大山幾乎選戰是鄉民勝利 九合一選舉結束 曾治素人南老鄉長候選人李聖雄校長 在競選總部自行宣布當選 並感謝支持民眾 他表示這次主要政見就是促進鄉內經濟 也坦言 鄉公所和代表會的合作仍有進步空間 認為接下來責任重大 未來要為鄉民做很多的事情 覺得責任蠻重大的 因為尤其是在這四年 我們南澳鄉一直處在所謂不和諧的當中 那未來我的政見就是希望能夠藏富於民 進而能夠繁榮南澳 現任南澳京洋國小校長的他 為了衝刺選戰 特地向學校告假 最後以1675票45.5%的票率 擊敗現任南澳鄉長薛秋花的一千零五十七票 以六百多票之差 當選第十八屆南澳鄉長 於是新聞綜合報導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